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三律师 大家好 玉琦干员 还有达叶老师 台大财经系教授 今天有一个时报周刊 一个非常重大的独家报道 根据我了解是来自特征组 我来引述一下 这一期的时报周刊的内容 我请教这个社长 这面一消息就是 贬加瑞士暗藏31亿 贬加弊案爆发之后 究竟有多少资产被洗到海外呢 海角7亿 10亿 20亿 各种说法不一样 根据时报周刊 应该是来自特征组的权威消息 特征组请求冻结贬价资产 单在瑞士就达1亿美元 新台币33亿 这还不包括在美制的资产 我请教这个梅域社长 这个消息可靠性怎么样 为什么这个那么重大的突破报道 其实这个消息是非常可靠 因为为什么 我们知道上一个两个礼拜 大家都谈威格林银行 那为什么谈威格林银行 因为陈志忠为了证实他的5.7亿 已经被冻结 所以他的传真给陈东豪一个 法文的一个文件里头 那里头 就是威格林银行告知他说 有人要来查你这个5.7亿 所以他是要证实说 我的父亲被延压 是你特征组吃案 你没有告诉高院跟地院说 这5.7亿是被冻结的 你还说是我爸爸可能逃亡 那用这笔钱逃亡海外 那特征组证实这个是 那告诉我们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很多 到贬价在海外有多少资产 不知道 姚老师说日本有300亿 现在美国还有 照邱威的讲法有二三十亿 那特征组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光是瑞士的账户 他就去韩瑞士检方 瑞士的司法单位告诉他们说 依照特征组调查的结果 在瑞士就有1亿美金 要求司法户处冻结这1亿美金 这1亿美金来自于哪里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有海角7亿 其实这已经爱国民通知了被冻结 只有这一笔特征组有把握 他是被冻结 再来5.7亿 这个也算在里头 再来就是 陈志忠母子 包括吴书珍两个人 两度陈报状里头的 憨不隆东所有家账 特征组给他算1亿美金 都在瑞士 特征组认为都在瑞士 而且光是威格林银行里头 就有很大的 占相当大的比例 特征组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他去韩要求司法单位冻结 但是特征组对 我们周刊的记者强调 其实他这两天也讲了 他说因为司法单位 瑞士的司法单位 没有回函告诉我们这个冻结了 没有 所以因为他们没有正式回函 所以我不能告诉法官说 高院跟地院的法官说 这笔钱5.7亿冻结了 陈水扁没有逃亡之余 这是关键 为什么会这样子一个发展 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财经专家 有记者洪威 还有律师 还有教授 我们来一一来请教你们 我先请教洪威的消息 你长期跑财经新闻 对于今天时报之后 所披露的高达 32亿或33亿的新台币在瑞士 而且不止 显然特征组的情知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在日本在美国 等下我们谈美国部分 你自己对这个突破 你有什么观察 其实在瑞士的那一部分 其实在昨天在严压亭 那个陈水扁也是在争执这一点 就是一直说 这个特征组吃案 明明被冻结 那其实这个已经非常清楚 检方已经说了 就特征组说他们没有收到 而且是在法院作证 除非啦 除非特征组要作为证 他如果今天说 他今天敢说 他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 瑞士司法单位告诉我们 这笔钱被冻结 他敢在法庭上说 那这个是绝对有记录 除非他真的以后要做 吃伪证的官司 所以在这一部分 我选择相信时报周刊的报道 我也选择相信特征组的说法 那至于到底在瑞士有多少钱 那我们现在已经比较确定的 就是那海角7亿 还有那5.7亿 可是大家应该非常就是有兴趣的 也就是在威格林银行的部分 有一个保管箱 对不对 有一个保管箱 大家想看当时在国泰士华银行 那5.7亿曝光之前 之前其实已经有人爆料说 在国泰士华有一个这个吴淑珍的账 这个他的这个私用的一个这个保管箱 然后有多大呀 里面有多少现金 当时吴淑珍都通都是否认的啊 然后还要告人家 他从来没有承认这件事情 所以除了那个账户 现在其实我们都是透过一些 爱格蒙组织 现在暴露的这个这个金额之外 他的保管箱里面 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是珠宝吗 大家都记得 当时他的协商认罪的时候 他也有讲到那个6亿珠宝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晓得 但有人说特征住已经扣押了 所以在瑞士的部分呢 其实他这个包含自己 陈志忠他提供的那个法文信 也讲得非常清楚 他那银行自己跟他讲说 因为呢 就是台湾的司法机关 说你们的不法所得 有1亿美金 要求要扣押这1亿美金 陈志忠从来没有否认过哦 你会觉得很奇怪 陈志忠他增值了一点就说 现在呢我这些钱被冻结了 所以你不要讲说 我因为海外有巨款啊 所以陈水扁有逃亡之余 可是对那1亿的不法所得 1亿美金之多 其实陈志忠从来没有公开否认过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合理的怀疑 我再把时报周刊 今天封面给大家看一下 陈家在瑞士的账户 就高达新台币31亿 是非常惊人的 我先请教干员易骑兄 你对于这个报导 你自己从一个调查局 过去办案的经验来看 你有没有压抑 然后陈志忠该当何罪呢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陈志忠的反应 我等一下请教律师 来 干员 检察官会去这个函 说有31亿 必有所本啊 过去我们实务上都是怎样的 把相关人等的身份证字号 护照的号码 通通给中央银行 发函给中央银行 查说这些人 在哪一段时间之内会出去国外的钱有多少 那所以说呢 这些多少一累积起来可能就已经31亿了 我们过去办案是这样子 这个是去年八月的数字 根据办案的经验 隔了一年多 这个数字 应该还会再加倍 为什么呢 有些关系人都会浮现出来 浮现出来 他的资料呢 也报到最后 因为我们所有的钱 只要一出去的话呢 那个中央银行都会有记录的 所以说 这个31亿啊 在我保守估计啊 应该是国内出记的钱 那这个数字还会再增加 另外呢 二次金改呢 是不是在国外在转账啊 这个透过OPU的这个境外的银行 在做转账的动作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所谓的威格的银行啊 我这边要必须强调一下 我特别的问了 威格林不是银行 他是银行事务所 他的角色啊 有点像李立立斯事务所 上次帮那个刘伟杰 刘伟杰那个案子发生了 帮美国新利公司在管理账户的 这种角色 所以说 这种角色呢 不受银行法相关的规定 所约束的 检察官去个函说 我要冻结什么什么 他理都不理你 你只有法院 拿手手票来 来扣押这些东西 才能够完成 所谓的冻结程序 所以说 我非常同意呢 那个时报周刊 所爆料的这些资料 那但是这些呢 还算蛮保守的 依我的看法 可能倍速成长 今天的报道呢 实际上是有所本事上是来自特森组的一个提供的非常重大的新闻 所以蛮震撼的 至少陈嘉在瑞士就有31亿还以上 美国日本其他还不知道 台湾内部还不知道 我想我们先看一看 陈志忠 这位市委洗钱稀粗神仲 他怎么反应 我来请教珊珊律师跟黄教授 其实陈志忠 并他过去都是为之可否 哪怕我过去 我自己也在说提出2080的法则 包括说他在美国有一封信 给Steven信 他都不回应的 我先请教黄珊珊律师 你对像陈志忠 其他为之可否 然后也不 否认也不承认 你怎么看待 我想所有被告的心态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被告都认为 在犯罪没有被发现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 就是我想任何人都一样 那这个31亿 我相信也是特征组 有一些郁闷 就是明明就有这么多 可是我在现在 包括发挥耕材啊 这些程序里面 其实我还没有办法 很实足实的 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我想可能中间碰到了瓶颈 就如同所谓这个管理的单位 到底是什么单位 那现在听起来是 好像这个并不是 所谓的一般的银行 它其实有点像我们律师 可以当人家受托人 因为我看过陈水扁的 财产信托的资料 因为打官司的关系 他的受托人是林志郎律师 也就是说他如果信托了 信托其实是信托给自己的律师 同样你放在这样的一个机关 他其实也等于是一个 单纯的受托人 所以也没有办法 直接用所谓公权力去做处理 除非瑞士检察官要处理 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 现在特征组应该 必须要尽快的举证 依照吴淑珍那些夯蹦哒当 包括国太史 世华就5亿啊 谁谁谁又4亿啊 谁谁又3亿 这加起来绝对是超过31亿 只是这些钱 要找出对价关系 这个对价关系一找出来 这个东西就可以变成法庭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是 很努力的在查 可是如果早一点出来的话 我想对整个案子 会有比较好的进展 好今天特别邀请到 台大财经系的黄大叶教授 你的国际金融非常了解 我要请教你 今天特征组所揭露的资讯 这如刚刚黄珊珊律师说的 当时他绝对不愿意去做任何的透露 就像陈志忠今天未知可否 但是检方依你了解 有没有突破口 可以把这些31亿 或者更多的来源 依依清查清楚 以你对国际经济的了解 我想这部分应该是以国外银行 对于客户的保密来讲是不容易 除非是你有管道特殊的证据 或者是有一些法律的根据 它才会提供给你 像我们今天这个主角 维格林银行 他事实上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他是以保密作为 对客户服务的最高准则 他在1741年成立以后 他的业务从过去到现在 都强调客户他的风险跟报酬的 最大的一个供应 就是说风险跟报酬 一定要搭配得非常好 当然我刚刚提到 他对于客户的保密 也是作为最高的经营准则 所以从别人家这些账目 这些资金的流向来看 瑞士有这么样一家 那其他国家也有 那瑞士这一家这样子 那瑞士其他家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只能说 用比较保守这样子来推估 将来要追索这些资金 除非第一个 我们有国外的协助 第二中央洋这边资料 也可以把它复相的验证 那我想在这些搭配情况之下 会把这些资金一一二浮现 那这资金融我想刚刚前面三位 我想这个推估得非常好 以这个财经的理财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不会同样放在一起的 他们一定把这个所有资金 做一个分散 那既然一个国家的一家一样 能够有这么多的资金 假设这30亿是正确的话 那这样推估那是蛮惊人的 大家应该从这里可以 慢慢追溯出来 沈大老我不用问 我要请告诉你 你认为怎么样 我首先回应这个 沈大律师的话 就是说没有发现之前 被发现之前 一般被告是不会主动承认 他做了哪些 我觉得这是一般人性的自我防卫 这个不足为奇 但是陈志忠是一个积极主动 寻求认罪协商的人 这是非常不可以原谅 不过好 回到你的主题来 我首先要跟我们的 美丽的王社长求证 确认一件事情 我请问特征组的人 跟贵色的人 真的有证明接触 亲口讲出31亿吗 1亿美金 1亿美金 最近这几天讲的 这个人是检察官还是不是检察官 你不能叫我吧 好 我有索本 我讲 真的不行 好 我跟你讲 因为大老 我刚刚在节目之前 我也想要他 他保证说是绝对有索本 所以我们要相信他 相信他了 好 美丽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是在全国观众面前 对对对 怀疑人格的完整 不能泄露效率来派人家 好 我跟你讲 今天我为什么要这样问 我有我的道理 因为昨天 昨天在这个重新耕彩的过程里头 岳芳如检察官 本来是要回应这个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要求的 就是说你提到的那个5.4亿里头 并没有确切的卷证 要补足这个东西 但是昨天岳芳如检察官 并没有尽责 他并没有提供 这个5.4亿的卷证 而只多讲了其他一些零零散散的 那包括什么 包括两个秘密账户 包括两栋房子在美国的 还有包括300万美金 这样而有 而且这些他提出来的新的东西里头 都没有卷证 所以我觉得岳芳如检察官 昨天是失职 他不但没有满足 最高法院的要求 而且给全国观众 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说 你资深组从去年8月搞到现在 只搞这么一点点 那如果说最近这几天 资深组有人 不管他是不是检察官 给这个时报周刊 特别提到 这1亿美金这件事情 那我就非常奇怪 就是说我昨天岳芳如检察官 怎么轻轻地放过1亿美金 而是讲这些 有的没有的 还30万美金 对不对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觉得神大老问的问题非常好 如果特人主要面提供给时报周刊 是31以上 为什么昨天的鸡鸭亭 却透露的冰山之一脚而已 这问题我们要回来请教 新鸿兄 包括威格林银行 刚刚黄达玉教授说的 他是一个注重风险 又注重报酬 风险就是他不轻易透露的 就像过去纳粹时代的犹太人 也拿不到钱 也很安全的移民 移植或移民到瑞士去 这问题怎么突破呢 是大家努力等一下会来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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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